一定要面对死亡 因为那个死亡给人生意义 那个没有死亡 这个人生不会有意义 那个HELLO 看到那个死亡 就是可能是让我们对人生的那个看法改变 那我们都是可以看到那个人生的快乐 所以他也是这样有感觉到 当代的跟大的问题 人家否认死亡的那件事情 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下 Helman Hess的《欢迎狼》的内容 上次今天我讲到了 他那本小说前面的一首诗 那一首诗是那个主角写的 那个哈嘞哈嘞 那今天也是会介绍他 那个人是谁 好 那还有别人 他遇到的人 我什么都会讲 好那上次最后 我还是又说 很重要的一年 就是1927年 1927年 就是那个Helman Hess出版了《欢迎狼》 那是重要的一年 是因为一个维毛共和国 它现在开始发展了 它们的经济好了 它们的社会 它开始有点比较回复正常 然后它们的一些艺术 也是非常非常的发展 柏林开始像一种巴黎一样 重要的 对艺术家来说 然后最后 一开始有一点点 算很紧张的一种气氛 大家都是想要 很夸张的生活 大家都是想要享受生活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人他们好像不想要面对现实 然后那个Heidegger哲学家 他就是有分析 那时候当代的 他们一种没有意识 他们已经忘记了死亡的意义 他的那个死亡跟人生的那个关联 那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存在于时间 Heidegger的最重要的一本书 也是在1927年出版的 所以可能还是差不多 那他们也是分析 当代的一样的问题 那我今天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内容 那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我们的小说 一开始就是那个甜言 再来那就是那个Harihara的笔记 Harihara的笔记分了好几张了 那在第三张 那这里就是那个 黄元朗的论文 非常的重要啊 这个写的还蛮长的 那所以我下次会再做一个影片 介绍一下他在里面写什么东西 非常的重要的 那再来Harihara 他就继续就他的笔记了 那就在第五张 他那个Harihara主角 他就是遇到Hermina Hermina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 有意义的一个角色 当然我们看到那个Hermann Hesse Hermina 那我们可以说Harihara 没错 他是一个Hermann Hesse的alter Ego 那反正Hermina 对这个小说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 有意思的一个角色 那在第六张Harihara 他遇到Maria跟Pablo 然后Maria也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一个女生 Pablo是一个艺术家 一个爵士音乐家 很有趣 因为其实Hermann Hesse 他就是让Hermina 当一个非常非常的 讨厌爵士音乐的一个人 最后我们有那个 Margosh Theater 那个Margosh Theater 就是一种魔法剧场 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不一定真的存在 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会解释 那那个Hermann Hesse 他其实写那个黄远郎 当一种灵魂日记 那个灵魂日记 是在那个西方文学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当然是知道 最最最早的应该是算 那个Augustinos 那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圣人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18世纪的时候 那个Rousseau 法国哲学家 他也是写他的那个灵魂日记 也是他的那个Confessions 就是整个那个灵魂日记的那些文学 其实对德国的小说的发展很重要的 因为像那个哥德 我们可以说哥德 他当然是在那个德国的文学 非常的 反正是那个很伟大的一个作者 但是那个哥德 也是从那个灵魂日记 出来了 就是灵魂日记 的那些 传传传出来了 那时候是基督教 其实开始很流行的 就是写日记 那个日记 为什么要写 因为就是算那个基督教 的那些人 反正个人的那个责任 是要观察自己的那个行为 所以要看一下 就是大家在社会 有没有表现的理想呢 因为他现在就是 有一个跟上帝 就可以直接沟通的一种 我们可以说一个自由 那个是马林路德 他就是这样定义一下 那个人的自由是什么 你就是可以跟上帝就沟通了 你不需要像以前天主教的 一个神父帮你沟通了 这个当然是有好有坏 可以说在那个天主教 你们就有可能就是那个神父 会就是教你们做什么东西 那你们就可以这样放心的生活 那个上帝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外面观察 好 那个基督教那个宗教改革后 那个马林路德其实要把那个上帝 也是当一个观察者 把他放到人的心里 情况不一样了 那所以一直要再分析一下自己的心理 还有自己的表现 自己的我们可以说坏事 这样才可以就一个理想的 都是为上帝的一个生活 最后会不会上天堂 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决定当然是在上帝的身上 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 这个就是有一个很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很不稳定的情况 那是我们那个uncertainty 所以不是说那我现在是付下去多少钱 那我知道我那个死了我的灵魂 他会上天堂 没有 因为当然是我们一般的人 就是没办法影响到上帝的决定 OK 好 反正 说那个黑蛇 他其实也是算从这个传统来了 当然是因为他父母也是传教师 而且他非常崇拜 哥特 那哥特当然在德国小说 德国文学是应该最重要的作者 之前当然是有文学 有小说 可是他们就没有那么的重要的 那是发展的就是48世纪 就是Göter 那后来当场还有很多厉害的作者 例如Hesser 那是那个Göter 他其实在黄远郎 也是很重要的角色 那是什么角色 我等一下给你们讲 那所以他那个Hesser 他是在黄远郎 他也是写关于就是危机 那说那个个人的危机 中年危机 那还有当代的社会上 全世界上的 政治上的危机 那他们两个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是蒙给说 个人的那个危机 不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社会 但是社会的问题的危机 其实比较有可能会影响到 个人的思想 还有个人 搞不好那个生活品质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黄远郎 一篇文章 那这是我每当眼的 我供应该是 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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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供应该说 就有了 人的 我的惑性 在 fluffy adjusted 倭 dragged 就被人家 那些人 那些空 被惹 拉納 逾 gme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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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谢谢大家